我是高媽 然後這次影片上的比較慢 是因為我爸最近在台灣病危 然後七月就一個禮拜飛了兩次 爸爸一週就開了兩次 到時候三次寫 我平常在日本的時候 定曲都會去捐學喔 所以呼籲大家健康人要踴躍去捐學 那就開始今天的節目 柯耀爸爸和相約自殺 日本的歌舞雞丁 為什麼變成叛逆 錯學孩子的犯罪勝地呢 歌舞雞丁的霍兒又是誰 錯學兒童是社會問題 在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普遍存在著 在日本很多錯學叛逆的孩子 卻聚集在歌舞雞丁的東橫 被稱為東橫Kids 日本的媒體在東橫隨機採訪到一個流浪的女孩 她15歲了 卻從來沒有享受到人間絲毫的親情或溫暖 長期徘徊在日本的歌舞雞丁 東京歌舞雞丁占地約10萬平方米 作用4000多家夜總會 風俗店 酒吧 電影院 或者是Love Hotel 是個標準的不夜城 無論何時何地 歌舞雞丁都有落意不絕的人群 也被稱為亞洲最大紅燈區 歌舞雞丁的商業區 穿著黑色系看起來有點龐克風 或者說是蘿莉塔風格的少男少女 三五成群的聊天喝酒 自拍跳舞 厚重的流浪和濃厚的妝容都遮掩不住他們青澀的容顏 誇張的笑聲有時候還會引得路人側目 這些12歲到19歲的孩子 透過網路聚集在歌舞基金東保大樓旁邊的路上 這個地方稱為東橫 而徘徊在這裡孩子自然就被稱為東橫Kids 在日本這樣大量聚集載學孩子的地區還有 大阪中央區的道敦爵 還有明古屋中區唐吉柯德龍本店 還有福岡錦固公園等等 這些孩子平時就住在網咖 晚上就聚集在東橫 在這個地區的東橫Kids引發不少社會問題 常常發生援助交際或者是暴力傷害行為 2021年6月一名15歲的少年在街頭踩踏一名60多歲的流浪漢 暴力行為的影片在社交媒體上廣泛的傳播 同年5月一對18歲和14歲的同學生情侶 在歌舞基丁的酒店跳樓自殺 這些孩子為什麼要徘徊在這裡不回家呢 莫卡是東橫地區的元老籍人物 年僅15歲的他在歌舞基丁已經流浪了5年 他的家在日本千葉縣 學士年級就開始流浪 因為家暴他和監護人的關係有點不好 而莫卡和監護人的關係有點複雜 他的生母和生父離婚了 他跟著生父 生父再婚又離婚 後來他跟著繼母 而繼母又再婚 所以和他沒有任何血緣關係的繼父和繼母 成了他的法定監護人 在10歲那年因為得不到家庭的關愛 他所幸離家出走 莫卡來到歌舞基丁 一開始是為了投奔他的哥哥 哥哥是他生母和前夫所生 與他同父異母 他和哥哥就跟著生父 父親再次離役的時候 哥哥就出外闖蕩了 哥哥獨立的時候不過是15歲初三的孩子 如今在歌舞基丁當了流浪 哥哥並沒有催出莫卡要回家 他生知妹妹的困境 於是他被妹妹說 如果實在不想回家就留下吧 於是莫卡留在了歌舞基丁 當哥哥去工作的時候他就在附近晃蕩 等著凌晨哥哥下班的時候去找他 有時他會去住網咖或者是賓館 一切都聽從哥哥的安排 就這樣從10歲開始在街頭流浪生活 大約4年前社交媒體上突然大量出現 東橫未見的標籤照片 很多10幾歲的孩子去歌舞基丁打卡 而未見的日文是這附近 或者是這地區的意思 後來在網路上衍生成對同樣偶像 或者同樣志同道合的朋友 東橫Kids們會拍照並發到Twitter或Ins 或TikTok的帳號 引起更多的年輕粉絲追捧 後來這些孩子從線上發展到線下 經常相約在附近 才有了東橫Kids或東橫未見的說法 他們多在晚上聚集 三五人或七八人圍在一起 在路邊席地而坐 人最多的時候現場會有一兩百人 採訪東橫的Kids他們說 大家聚在一起的時候 就是聊天喝酒 或者相約去Gamesane Gamesane就是很多機台的遊樂中心 或者相約去唐吉科德買折扣品 很少有人是真的喜歡流浪生活才來到這裡 80%的孩子都是因為有了煩惱 會聚集在這裡抱團取暖 一邊是歌舞生平的歌舞基丁 一邊是無家可歸的孩子 共同構成了日本鬧區獨特的社會現象 這些孩子在這裡徘徊 有的迷上了牛郎 為了牛郎去賣身賺錢 賺來的錢還要被黑道紛潤抽爬 有的因為賺得不夠 找不到活下去的意義 就從歌舞基丁大樓一躍而下 在這裡犯罪的問題從來就沒有停過 東橫Kids最初是14到19歲的孩子 後來有丁靈化的趨向 最近一兩年甚至出現小學生 警察會對這些孩子進行輔導 Moga也被抓過好幾次也被輔導過 每次被抓住警方都會讓他送到出生地方的 兒童相談所 那裡是政府設立的兒童保護機構 兒童相談所會聯絡他的監護人 肌父、肌母會假裝歡迎他回家 他也會假裝開心的回去 然後過幾天之後又繼續逃走 五年間他被抓了20多次 像Moga一樣的孩子還有很多 他們在家裡在學校被忽視霸凌或者是被虐待 等等的各種原因而離家出走 日流連在街頭被稱為Toyoko Kids 2021年6月一支名為 歌舞基丁萬智會的志願團體出現 這個名字是來自於人氣漫畫 東京萬智復仇者 他們在廣場幫忙撿垃圾打掃環境 給這些沒飯吃的孩子提供食物 給少男少女提供一些諮詢服務 不久之後支持這些活動的人越來越多 逐漸發展成270名成員的大團體 其中以20多歲的年輕人為主 而也有50歲的成員 入伍基丁萬智會聲稱他們是守護東橫Kids的志願者 作為該團體的總會長小川 當時小川沒有工作過自己的真實名稱 而是自稱為霍兒 沒錯就是宮崎俊動畫裡面霍兒的移動城堡的霍兒 霍兒的性格溫柔 愛好自由與和平 有個性又願意幫助人 因此霍兒就成了他的一個代名詞 而且他還和霍兒一樣 留了一頭金髮 一名東橫女孩形容霍兒很帥有紋身 臉看起來非常的溫柔 拿下墨鏡後就是一個帥哥 霍兒本名小川 他從小也是被家庭拋棄 所以對這些在哥伍基丁流浪的孩子很能感同身受 他經常在Twitter上分享 自己為東橫孩子煮飯後孩子們的模樣 宣稱之後要永遠守護這些孩子 說自己的願望就是為這些孩子建立所兒童收容所 那些對社會不滿心中充滿憤恨的未成年少男少女中 霍兒存在有如救世主 大家願意為他敞開心扉 因此他也收穫了一大批追隨者 就連媒體也是有個拜訪 HK的節目現代特寫UP 曾經做了一個特輯東橫孩子的專題 所以介紹了小川說他是關心未成年少女心力善良的哥哥 去年8月他在東橫孩子裡認識了少女A 之後就用各種理由邀請對方來家裡並做出不雅的行為 之後少女A和霍兒也生了20多次的關係 少女A回到家裡之後和父母說了這件事情 少女A的母親選擇了報警 小川就被捕了 他被捕的時候還對鏡頭大喊 等我回來之後就煮飯給你們吃 周圍的人反應都是他是被陷害了 一名歌舞伎丁萬智慧的幹部說 自己聽到小川被捕的消息真的是非常難過哭了一整天 還說小川一直給孩子們發飯 還提供孩子各種諮詢 就連家長也對他非常的信任 一直看到霍兒為孩子們各種努力的樣子 網路上對小川的評價是很兩極的 有人說小川是真心想要幫助這些孩子 有說過他救助的男孩說 小川不分男女 對徘徊在東橫孩子們的煩惱都全力傾聽 所以不可能是為了對女孩子下手才來的 碰到亂丟垃圾的孩子還會要求他們 乖乖的把垃圾丟到垃圾桶裡 有人說小川守護未成年只是為了讓他接近 未成年少女的捷徑 不管評價如何我們都不得而知了 因為原定於2022年11月22日 對小川進行第一次的該庭審理 是在11月15日小川在康守所中 遇外的去世 根據警視聽的消息14日在東京閣市區 東京拘留所發現小川崩倒在地 之後確認死亡享年33歲 由於警方未透露他的死因 因此引發網友諸多的猜測 小川在被逮捕之前在推特上說過 他得過三次的新冠 常常會感到呼吸困難 為此不少網友猜測 他是不是得了新冠而賞命 但也有網友質疑 他在拘留所是不是遭到霸凌 或者是被消失了 流浪在東橫的孩子 他們的認知思想還不承受 很容易被誘導而成為受害者 甚至是無情的加害者 小川在被逮捕的前一個月 同樣是哥武基丁萬智慧一名40歲的成員 在街上被毆打之死 哥武基丁是一個被黑道勢力包圍 龍舌混雜的地方 哥武基丁萬智慧是否擋到誰的財路而被消失了 我們也不得而知 之後有記者去採訪 有認識小川人說 小川的東橫變得更亂 女孩子被利用去脈村的行為也越來越多 小川的死之後經過司法解剖 依然沒有找到雀雀的原因 我覺得小川一開始組織萬智慧 一開始應該是基於善意 但是後來可能越走越歪 不小心迷失了 很多受過小川幫助的人 對小川是心懷感激 而且這些人是不分男女的 對小川是非常的讚許 現在失去小川歌舞基丁的東橫 仍然不斷的有各種犯罪事件 我覺得聚集在這邊的孩子 如果沒有根本解決他離家的原因的話 他們同樣會找別的地方 然後聚集再發生一些犯罪事件 對日本對世界上 畜學和叛逆孩子 永遠都是一個難解的問題 對這樣的社會問題 你有什麼意見呢 請留言給我 我喜歡我請訂閱我的頻道 我分享更多你不知道日本喔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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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